那么我们再讲,今天我们重点解决三个问题,刚才我说了,第一呢就是打球僵硬,就是我们后座的问题,啊,我劝大家要好好进行一个练习,就是我们在打的过程中,我们平时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,我们把手放胸前练一下我们的站位站姿,那么这种站位站姿呢,它分为四个环节,第一个是脚,脚一定要打开,左脚在前,右脚在后,第二个环节膝盖弯曲,第三个环节收腑, 你看,当你不收腑,你的肚子自然放松的时候,这个时候,你会怎么样,人体站立太直,重心后坐,这时候我的膝盖我会受不了,所以你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什么,我这个小腑是一定要收的,一定要收的,尤其在反手,它有一个发力去顶,有你的后背肌的力量和你的腰腑力量发力向前顶,所以你这个腰腑始终保持收腑状态,无论我是瘦也好,胖也好,我都要保持这种状态, 我的上半身呢,一定要保持前倾,我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呢,就是我的前胸不能对向对手面,你看我们打球的时候,这就是什么,重心太高,我怎么能改善这个问题,你把你的前胸冲向球台,冲向球台以后, 你看,我不再冲向我的对手,我不再是这样的,那么上半身重心马上就下来了,有的时候是我们觉得它下来了,但实际一录视频的时候还是站得太直,一旦这个动作站得太直,同一动作框架情况下,你看, 这就是什么,看着不协调,在没改变动作情况下,这就是协调的,没办法,因为乒乓球的运动,它本身,它动作结构就是这样的, 所以寒胸收腑,我们就以前胸为一个参照,冲向我的球台面,冲向这面,而不是冲向对手,冲向这面以后,你看我的重心就下来了, 我想拉也好,我想打也好,我想搓也好,它整个动作框架呢,它就是标准的,如果我要是冲向前侧,人马上就是直立状态, 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挺起来的,而不是蹲下来的,重心一定要下来,上半身一定要前倾, 同时呢,我们在打球的过程中,非常关键的两点就是我们的肩部,因为我们在打球呢,这个肩部很容易出现这种,给大家看一下侧面, 好,有没有你在球馆里看别人打球是这样的,非常的僵硬,有没有,有的,你看好多球友都有,如果它再这样的话, 你不用改变它其他的动作,它是一个什么问题,它的问题是什么,它的问题是这个位置, 这个位置,它这个位置开始往后背了,你看,所以它打球的时候,我们从侧面看,你看,它就是僵硬的, 那你怎么去改它这个问题,第一个,你让它的肩膀稍微放松往下走, 就是给它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,如果有基层教练,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尝试一下, 你让它这个肩往下走,自然放松,把手端起来,这样开始进行打球, 它这个问题马上就改善了,它是因为紧张,所以它整个动作和手臂它是往后摆的, 所以打起球来,它就是一种僵硬状态,把这个问题改善一下, 好,看,上身前倾,两肩回勾,并且把手放下来,再举起来, 这种状态下,它就能找到寒间的感觉,它当它的肩膀不在,紧张往后背的时候, 这个动作它马上就进行改善了, 好,我们怎么能不后坐,就你上半身前倾,你就不后坐了, 你这样,你想想,你咋做呀,你不可能这么做,是不是, 第二呢,就是我们两肩在打的过程中,我们一定要保持寒间状态, 怎么能寒间,首先我正常放松,然后我往下, 手往下,把手拿起来,就这种状态叫它打球, 那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, 好,问题出在肩的位置上,不要让它紧张的往后走, 这种打球方式就给人感觉非常的僵硬, 而且它会影响你整个的发力点, 好,含胸,含胸,你看,搓球,拉球,发球, 所有的技术里面,它这两个肩是向前的, 你的发力点才可以不往后甩, 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这个动作去往后甩, 一定是寒间,寒间,前倾,收腑,下压,你看,这就是一个好的动作状态, 大家看一下,是不是,你看,我给大家做两个正手工, 我们今天讲一些身体动作,已经很久没有讲身体动作了,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,你看,这种动作大家看起来就很协调,是不是, 如果这个时候我人站的太高,或者是我后座, 好,我前胸对对手,这时候就是痒的,下来, 好,肩膀别往后背,肩膀含胸, 这个动作再加上收臂,它就协调了, 有的球友是什么呢,它动作做的很协调,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,就有的球友是什么, 它动作做的很协调,但它打出来动作就是不好看, 就是手上动作已经特别好看了,挥的很标准, 但是它打出来的球不好看,原因出在哪了, 原因其实就是出在,鞋子有卖的啊, 原因就是出在我们在打球的时候,身体动作, 你看这个收臂,在同样不改变收臂方式的情况下, 我改变一下身体,这就是一个标准动作,对不对, 你看,这就很难看, 好,但是如果我加上身体动作, 重心下来了,这就好看了, 好,这就是通过这几期培训了以后, 我觉得业余跟专业比较大的一个区别, 其实就是咱们的身体动作, 如果我们能把身体动作接近于像专业的一种, 打球状态,我相信球友们动作也会非常标准好看的, 好不好,对,谢谢大家支持, 来问一下大家理解了吗, 理解了给我打一下一到九, 好,问问大家理解没有, 理解了给小老师打一下一到九, 好,身体僵硬,身体后坐,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转体动作, 这个转体动作, 其实大家只要记住几点, 正手攻球不会转腰的, 就转腰转不好的, 给我打一下一, 每天晚上九点十分直播, 觉得自己转的好的, 给我打一下二, 看了我的视频掌球了, 太开心了, 掌球了就证明我的教学能力高, 都转不好, 没有一个转好的, 陈斌转好的, 宁静志远, 你看都是我的十二级粉丝转好的, 是不是, 好, 大部分的球友还都是, 说高四志老师, 感谢您, 大部分的球友都在这个转体环节上出问题了, 来我今天我们来重点解析一下这个转体动作, 实际上他这个转体动作吧, 他就是可能很多人他来得及转, 他这个知道怎么转, 但他可能来不及转, 就球过来之后, 我有一种被顶的感觉, 是不是, 很多球友都卡在这个环节上, 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, 我们怎么进行改善, 然后球友们帮小老师点拨赞, 来我说一下, 我们如果被顶住的话, 你为什么被顶了呢, 是因为对方来球以后, 你不转腰, 你把手撑到你的身体后面了, 所以这个球, 你始终都感觉被顶住了, 如果你一转腰, 让出你的击球位置, 这个球就怎么样, 不会被顶了, 因为我们不转体, 手放在身体后面, 一旦这个球跑到你身体后面, 你马上感觉就会被顶, 是不是球友们, 所以这个问题我怎么办, 你得有转体, 一会我教大家怎么转, 第二个问题, 你不能站位太近, 因为刚开始呢, 对方陪你在打球的时候, 他是基础, 他就给你推这种, 就和平球, 我打个比方, 给你推这样的球, 你看, 基本回球都在哪个点, 都在这个点, 基本回球都在这个点, 到你手上, 你骑在球台上, 他正正好好这个点, 一起在这打, 等到以后对方一顶住你, 或者让你加转腰的时候, 你已经来不及了, 这个时候你在家身体,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技术难点, 那我该怎么办呢, 像这种情况, 像这种情况下, 你在刚开始学习正手工的时候, 要养成流出一个B的安全距离, 他这个安全距离, 就是所谓的来球反射的时间, 如果我站位太近, 那我的反应时间必须特别快, 对吧, 如果我站位太远, 那么我的照顾角度就会越来越大, 所以说这个球, 我们留出一个B的距离, 去打这个正手工和反手工,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落点区域,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, 一定要保持你的基球点, 放在你人体转体的右前方, 你看, 比如说我正手工, 我的基球点在这个位置, 如果我的正手工球放到这个位置, 这就是什么, 被顶住了, 所以一定要身体在后, 手在前, 并且我在转腰准备的时候, 这时候我的跨实际上, 它不是说跟我的左跨是并且同平的, 就一个平行线冲前的, 我的右跨是让出来一点位置的, 我在让跨的基础上, 是为了我更好的进行转体动作,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, 大家一定要记住, 正手在学习或者反手学习的时候, 有些球友, 他的这个动作给你的相对来说, 会慢一点, 给你位给你的这种球, 你千万不能站得太近, 不要认为所有的球就是这个点, 因为刚开始他是位给你, 他很短, 你这种好借力, 这样去推, 每一板打听好, 等对方给你稍微长一点的球, 你就会被怎么样, 顶住了, 还有就是没有转体时间, 一定要给球台留出一段距离来, 让我们这个距离, 有一个安全的转体空间, 啊, 刚才记住我刚才说的这个话, 跟身体, 跟球台保持距离, 让出转体空间, 无论这个球速有多快, 我都要保持在我身体前侧击球, 而不能在身体后侧击球, 以正手工为例, 不能在这儿, 得在这儿, 啊, 不能在这个位置, 一定是在你身体的右前方击球, 好, 那么我们的转体动作在来球以后, 为什么我们会来不及转, 是因为第一, 我站位太近, 刚才我说的, 第二个是你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转体习惯, 这个转体习惯, 那是我们当时打球的时候, 是老师只让我们手放在前面, 我只有转体了我的手, 才能放到身体侧面, 我不是引盘的时候还原在这个位置, 这就是一个区别, 我手只能放在前面, 那你说我怎么能进行放到右侧, 我肯定是身体带动手转向右侧, 所以我们刚开始学球的时候, 都是一个球一个球位的时候, 老师是这样, 把我们手放在前面, 来球以后转, 完了击球再还原, 来球转击球再还原, 不是什么, 放到这儿出球, 放到这儿出球, 一旦这样的话, 你肯定加不上身体, 因为你觉得你手都手忙脚乱, 如果再加上身体动作, 这个球它一定会被顶住的, 而且根本就是连收臂的空间和时间都没有,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, 你要感觉到你的手是放在前侧, 我是用我的身体去带动手的, 哪怕我的转体不可能刚开始转的这么标准, 哪怕我小幅度的进行转体, 它也得有转体动作, 因为这种转体呢, 是为了以后你发力做准备的, 比如说我的拉球, 下拳球, 或者是我的连续球, 你没有身体动作, 在我们手上的发力会受到动作的影响, 第二就是连续上也会受到影响, 所以这个身体带手是一定要加进去的, 虽然它很困难, 但是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, 它掌球长得非常快, 而且你的身体发力会非常的集中, 把身体动作一定要充分的展开, 那么我们在转体的过程中呢, 大家有点犹豫, 不要犹豫,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, 刚开始我觉得我打百速, 这么快的球我怎么能跟上, 到后面我可以去抢, 就这种球速, 我都能跟上, 原因是什么, 是因为我的强度在那上去了, 所以我来得及, 我们在来球以后这种转体动作, 你看你比如说正手攻球, 先转, 你可以等球打完, 先转, 等球打球, 无论它给你的快还是慢, 你这个转体动作一定要启动的快一点, 不能什么呢, 停顿, 来球以后, 停顿, 来球以后停顿, 在这停, 如果你在这停的话, 你的连续必然没有转动的时间, 我怎么能给自己流出转动的时间呢, 就是我的停顿点一定是一, 我在我的引拍位置正手攻球, 在等它第二板, 我可以在我的还原位置去等它, 但我不能在我动作结束的地方在等它, 如果这种被动还原, 你下意识手能还原过来已经很不错了, 别说身体了, 是不是, 所以我们要想让我们的连续性好一点, 让我们一板接着一板, 我们必须要一, 快速还原, 以转体动作为什么, 准备动作为引拍的这个动作, 而不是以最后打完这个动作为最后的结束点, 而是一, 你看, 二, 三, 四, 哎, 你慢慢你这个动作就连上了, 你就开始有身体动作了, 一定要进行主动还原, 只有你在球的过来的这个过程中, 你在球的前面进行还原和准备, 你才去敢做身体动作, 如果说我今天交了身体, 你还在这还原, 对方一来球你一来不及, 你下意识肯定想上台, 你不可能带上身体动作, 你还是会用手,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, 主动进行还原, 你的身体是连贯的, 是连续的, 这种身体的转体, 是让我的连续性更好, 让我更加协调, 所以一, 二, 还原点在这儿, 三, 四, 五, 六, 你看, 一, 二, 连着左, 三, 四, 都是OK的, 一定要怎么样, 进行主动还原, 不能进行被动还原, 如果是连续正手工, 你就可以直接还原在你的引拍位置, 如果以后打相持, 我们就要看上一板的球, 决定我的下一板的还原动作, 总之呢, 这个球一定要主动进行还原, 我们才有时间, 来得及决定我身体动作的转体和幅度, 好, 好, 我们来互动一下, 嗯, 正手工, 哈哈, 太消耗体力了, 正手工你打完之后, 你就直接还原到这个位置就行了, 不用还原到中间, 那完全来不及,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球, 等你以后打起比赛了, 你的还原是取决于对方打你哪个点, 你的还原性, 关于这个还原我说一下吧, 可能不然有些球友在初级的时候, 他可能有一点理解偏差, 没关注我的, 大家点点关注, 好不好, 没关注我的, 大家点点关注我, 关注过我的, 大家帮我点播赞, 我看看啊, 谁没关注我, 每天晚上九点十分直播, 然后, 嗯, 我觉得大家应该点点关注, 如果你喜欢乒乓球, 或者你即将喜欢乒乓球的, 你都可以关注关注, 有可能啊, 抖音只把我胶皮很好打, 是吗, 谢谢您, 谢谢梁, 如果这个抖音只把我刷给你一次, 那你要是不关注我了, 以后你可能真的就找不到我了, 所以你的这个关注呢, 它是免费的, 但这个免费的关注, 可能在让你以后的很多在技术方面, 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提高和收获在里面, 好, 来, 我说一下哈, 就这个关于这个还原问题, 比如说现在我在打正手工球, 那你的还原不可能还原到中间再打, 再还原再打, 它是什么, 直接还原, 因为你在打定点, 直接还原在引拍位置, 这是正手工, 反手工直接还原在引拍位置, 那么如果说这时候我开始打比赛了, 我反手打完, 这板球我我要怎么样, 我不知道它是反手还是正手的时候, 我要看它的出手, 如果继续是反手, 继续还原, 如果是正手, 那么移动步伐继续打第二板, 它是根据对方的来球而定的, 它不是什么, 它不是说是死的, 你刚开始初级的时候, 你在打定点的时候, 就还原在你的上一板引拍位置, 这个就可以了, 你不可能还原到中间再过来, 再打正手工再过来, 这就不可能的, 直接在原位置进行还原, 就完全OK了, 好,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, 我们再来说一下, 我们的这个身体动作, 身体动作呢, 因为我们在转的这个过程中, 大家都容易转不好, 这个转不好的问题是主要有几点, 刚才我说的一个是来不及, 来不及第一个, 让出安全的让位空间, 第二个要主动进行还原, 敢于转体动作, 这是第二点, 第三点就是, 我们在每一个球的时候, 一定要感觉到我的身体去带手, 而不能单纯的去靠手去, 看, 甩臂, 甩手,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 你的主观意识已经开始带上身体了, 接下来就是我们操作层面的问题, 操作层面呢, 在转体过程中, 你看我们正常打球, 是吧, 左脚在前, 右脚在后, 膝盖弯曲收腑, 上半身前倾含胸, 是吧, 在转好以后呢, 我们这个时候, 我要转几个点, 第一个就是我的脚, 第二个是我的膝盖, 第三个是我的胯, 第四个是我的肩, 我们来看一下, 这个球来了以后, 我要转向右侧, 我怎么转向右侧的, 我的身体如果缺一个环节, 它都转不好, 比如说我拉手, 这就是什么, 拉肘, 推肘, 下半身没动, 所以它是一个, 直转了上半身的动作, 如果说我直转下半身, 我的手不动, 它又变成了什么, 扭, 你看,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, 我腿没转, 我转的是胯, 它会变得什么, 很不协调, 所以这四个关节, 你一定要共同进行转体, 在来球以后, 到你的正手位, 我共同转向右侧, 转向右侧的时候是, 我的脚开始转, 看我的前脚掌, 等你打好了, 你转动幅度不用太大, 但你刚开始你要去找感觉, 所以你的脚尖, 一定要进行转体, 同时我在转的时候, 左脚的后脚跟是抬起的, 因为你的重心是压在你的右半身上, 右半身的重心是踩死的, 你不可, 你如果右半身的重心, 你还在抬前脚掌, 两个球你就坚持不住了, 所以你在踩过来的时候, 重心压在右腿上, 左脚后脚跟抬起, 两个脚尖共同进行转体, 这时我们再看一下膝盖, 在来球以后, 我膝盖正冲球抬前, 我们在转腰的时候, 共同转向右侧, 看, 共同转向右侧, 你的膝盖直接带动就是你的腿, 你不用想着腿怎么转, 你就转膝盖的时候, 你的腿自然就转了, 它带动的是你的腿部的转体, 第三个是什么, 我的胯, 对吧, 胯的位置呢, 就是我们, 基本上是我们腰以下的这个位置, 这个位置的转动, 它其实挺简单, 但很多人觉得它很难, 是因为我们在转的过程中, 你的膝盖没打开, 所以你感觉转胯难, 等你的膝盖一打开的时候, 这个胯轻松就转过来了, 所以它就像一个螺丝一样, 它拧着一下, 它必须得全身都得跟着拧, 如果你只拧上面不拧下面, 这个动作就会变得, 你看, 很艰难, 当你的腿打开了, 这个胯自然就打开了, 所以你的问题是出在哪了, 就是这个膝盖的位置, 它没有带动我的腿开始进行转体, 这块就憋着, 看, 它就憋着转体, 你就会感觉自己很不协调, 当这个腿开始进行让位转体的时候, 你的胯当这个胯让开了, 这个球就可以很轻松的带动你的身体动作, 胯也得转, 跟着你的腿共同转, 同时肩得转, 就是你的右肩, 你看在来球以后, 右肩转, 出球以后, 这时候我的左肩冲前, 右肩冲后, 对不对, 我在来球以后, 我在转向前侧的时候, 我的两个脚尖发生变化, 这个时候我的左脚踩实, 右脚的后脚跟是顶起来的, 因为它有一个力量的传导过来, 它有一个什么, 它有一个力量的传导, 我不能是全部在后脚跟上, 或者全部踩死的, 它是有一个力量的传导到我的, 看前侧, 这个时候呢, 我的整个膝盖转向了前侧, 我的胯转向了前侧, 我的身体右肩由后转向到前侧, 所以它是一, 大家看一下, 二, 三, 四, 看, 五, 转向前侧, 六, 七, 收腹, 转向前侧, 直板横板都是这样的, 它这几个点, 你把它通着来, 你的胯, 你的腿, 你的脚, 你的肩, 如果在来球的时候, 它共同转向右侧, 再共同转向前侧, 这个动作它马上就协调了, 如果你缺一个环节, 它都不是怎么样, 不然自己就瞎练了, 是不是, 对, 所以这个环节真的非常关键, 所以我们在来球的时候, 这个转体, 转体, 非常重要, 右肩转完之后, 随着你的收臂动作, 它在出前, 往前顶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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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收臂, 再来啊, 你看, 转, 转, 收臂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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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止, 看, 转, 看我的肩, 转, 为什么肩要往前顶啊, 其实它是在传导的一个动作力量, 对吧, 如果我肩不动, 我是这样的, 你会得感觉打球没劲, 哼, 所以你的肩要转过来, 随着你的出球方向, 他们的手臂是共同发力的, 肩的发力, 大臂的发力, 前臂的发力, 手上接触到球, 这球拍的发力, 它是共同在我右前方, 转向前侧去传导力量的, 所以它就是身体带上我的手上动作, 出球发力, 好不好, 非常关键啊, 这四个点, 脚尖, 膝盖, 胯部, 肩部, 在来球以后, 共同转向右侧, 转向前侧, 你看, 一, 二, 给大家做两个, 三, 四, 五, 六, 转, 七, 八, 收腹, 前倾, 啊, 你转动幅度不用太大, 你这样转就行了, 刚开始这样转就可以了, 等以后拉球的转动幅度就要更大一些, 你才能把这个动作连贯起来, 啊, 好不好, 来互动一下, 看看大家是不是理解了, 理解了给我打一下一到九, 然后没有关注我的, 大家一定要点一下关注, 啊, 没有关注我的, 一定要点一下关注, 每天晚上九点十分直播, 对, 陈老师讲的太好了, 是不是一下就明白了, 是不是, 哈哈, 520快乐啊, 请我们, 嗯, 对, 一到九, 一到九, 理解了我们打一下一到九, 然后没关注我的, 您一定要点点关注, 因为有的时候呢, 我也有喜欢的主播, 然后他可能刷到一次, 我就刷不到他了, 你可能真的刷到我一次, 你可能就刷不到我了, 所以你一定要点一下关注, 在你的关注列表里面, 你跑不丢, 啊, 不会丢的, 哈哈, 不会丢的, 如果要是丢了, 你以后就可能缘分就给咱们一次, 一定要抓住机会, 关注是免费的, 然后我每天晚上九点十分直播, 你喜欢乒乓球, 和你即将喜欢乒乓球的, 你都可以关注关注, 哈, 对, 大家都说我的动作好看, 我跟大家说, 我为什么动作好看,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, 第一个呢, 就是, 呃, 我从小呢, 就是我的启蒙教练, 非常注重我的动作框架,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他, 那个时候是在我们长城市的少年功练出来的, 哈, 第二个呢,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, 就是, 他那个, 就是我在打省冠军的时候, 我还在做徒手, 所以就是即使我几年不打球, 呃, 但是我一上来之后, 这个动作还是非常的稳定的, 就是不会出现, 瓢的情况, 他还是非常非常稳定的, 对, 所以就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好的, 大家也平时的时候要注重这个, 是一个动作框架的问题, 因为它是连带的, 我问一下大家啊, 比如说, 我打个比方, 他正手攻球是这样子, 翻轴, 他不可能正手攻球翻轴, 他到正手拉他不翻了, 他只会翻得更厉害, 我说的对不对球友们, 你就看你周边的球友, 他如果攻球, 他是翻轴的, 你看他拉球, 他会翻得更厉害, 他不会是攻球翻, 拉球他就变好看了, 对不对, 就是很多球友都是这样, 等到比赛的时候, 他又这样, 就比赛的时候, 他翻得更厉害了, 就得这样了, 所以说你在正手攻球的框架里, 或拉球的框架里, 你必须要相对标准, 你不能是, 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做到说绝对标准, 比方球他没有绝对标准动作, 每一个世界冠军的动作框架都不一样, 大家说是不是, 没有一样的动作框架, 不是说我们做到这个动作, 我们就能打到什么水平, 不是这样的, 但是你得相对标准, 你这种翻轴动作, 推轴动作, 或者是像侧法里, 他是明显错误, 这个得改, 那么至于说, 我这个动作, 哎呀大呀小啊发力, 我向上多了一点, 我还是向前多了一点, 我拍行压了一点, 我还是亮开一点, 其实这都不是特别至关重要的, 还是得在于实战和总结, 对吧, 但是有一些这种原则性的问题, 咱得改, 说到这儿呢,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, 打球大臂控制不住的, 给小韩老师打个1, 我看一下,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大臂的, 给我打一下1,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大臂, 对, 对, 土豆是穷鸣, 是这样的, 我也是我的学员, 看看你们是不是控制不住自己, 好, 好多人都是这个问题, 是不是, 好嘞, 我来说一下, 有人发现, 我今天确实换了一个口红的色号, 来, 这个我们说一下, 控制不住自己的大臂,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, 实际上我们在打乒乓球的时候, 我往后站一点, 我们在这个正常过程中, 不是不让你动大臂, 而是你要适当动大臂, 我们比喻一下, 我们之前听过老韩说过, 在我们台内球, 基本上是手指手腕, 在我们进台球, 是以轴为支点, 前臂为主, 那我打到中台的时候, 如果我没有大臂动作, 球就没劲了, 比如说, 球就没劲了, 所以我在站得越远的时候, 我的大臂的使用频率就会越多, 你像欧洲运动员, 为什么他们的大臂结构要比我们亚洲运动员要大呢, 是因为他们在打起相持的时候, 他们不会站在近台或中近台, 他们都在中台或中远台, 所以说, 你站在哪个位置, 你用什么样的动作结构, 比如说我下圆球, 我没有大臂动作, 这个球他不会很冲, 我如果对方给我正守卫, 我站在一个中台, 我没有大臂动作, 这球我拉不出质量来, 不是说所有的球都不能用大臂, 但是论正守攻球的这个动作框架里面, 它大臂动作一定要减少, 什么样的位置, 什么样的球决定你的动作框架, 而不是所有的球我不用大臂了, 所有的球我都用钱币, 所有的球我都用大臂, 不是这样的, 是根据每个来球决定你的动作框架和方式, 那我们这个大臂支撑不住的原因, 我来说一下哈, 是因为啊, 跟你的身体动作有很大的关系, 我们的身体动作, 怎么大家都着急让我上小黄车, 那就上一下吧, 把这个衣服和短裤上一下, 好多球友都着急买衣服了, 我说一下啊, 就是问题出在哪了, 是出在我们没有身体动作, 然后呢, 我们用钱币动作发现打不出力量, 大家发现没, 打不出来力量, 嗯, 衣服我让它马上上啊, 我打不出力量之后怎么办, 我就得拼命的扩大我的动作, 我才能出现质量, 对不对, 比如说我没有身体动作, 我是这样的力量在打钱币, 那我肯定得, 我力量才会更大, 这就是一个什么, 身体原因造成的, 所以你打球必须要有身体动作, 你才能保持紧凑和小框架, 不然的话动作就是散的, 我动作太小, 这个球没有质量, 我就为了有质量, 我放大了我的动作,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, 那么我们在这个情况下, 我们要怎么办呢, 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身体的带动, 我们才能保持住我们的动作框架要小一点, 第二个呢, 就我们在来球的时候, 我们的手上动作, 就是你的制动做的不好, 制动做的不好是什么意思, 我们在来球以后, 大臂为什么会控制不住, 是因为你在出球的时候, 我们来看一下, 这个位置没有制动住, 什么叫制动, 就是我挥拍, 比如论正手攻球, 我这个时候挥拍, 当我挥向前侧的时候, 我用余光能看到我的右前方的时候, 动作大臂就应该停止了, 接下来是前臂向前上方走, 我们再看一下啊, 如果说这个动作,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, 大臂参与太多了, 他向上走, 大臂向左走, 大臂向左侧发力, 大臂向上面发力, 他有一个高低的区别, 那这个手大臂必然是错误的, 论正手攻球而言, 他不像拉球, 他的攻球的动作框架里, 大臂应该是固定的, 固定住高低的位置, 引拍, 你看出球, 引拍出球, 引拍出球, 在拉球的体系里, 他是由下向前上方的, 你看, 好, 那么高低这个问题解决后, 解决后, 我们要解决什么, 我们要解决前臂的问题, 这个前臂的问题呢, 我们从侧向来看, 在来球以后, 我进行转腰, 出球的时候, 大臂就随着我的腰, 大臂向前转, 接触到球, 就我刚一碰球的时候, 大臂就应该停止了, 他不应该全程参与你的收臂动作, 如果他全程参与了, 就开始甩大臂, 或者没有收臂空间, 你看这就是什么, 大臂举起来的, 他根本没有收臂的空间, 所以大臂一不能向上, 二不能向左, 对吧, 我们在出球的时候, 大臂向前碰到球的时候, 大臂就应该停止在这, 然后就是前臂碰到球, 接触向前, 然后向上收, 大臂要及时的制动住, 就跟我们刹车一样, 停住了, 然后就是前臂的空间, 不然你永远不会收前臂, 很多人都跟我说不会收前臂, 你就看, 但凡不会收前臂的, 很多球友都是因为什么, 推肘, 拉肘, 还有什么, 大臂太多了, 他把他的那个前臂动作都做完了, 所以你不会收前臂, 没有空间了, 他大臂由下向上收的, 就好像大臂在收臂一样, 所以你得把它控制住, 我们才能向前收臂, 向上收臂, 你看, 我愿意向上收, 我愿意向前收, 我都可以, 是不是, 制动住, 控制他, 他在引拍的时候, 接触到球这一下, 他已经停了, 停完之后, 接下来就是前臂的动作了, 我前臂, 我愿意向前收, 我愿意向上收, 这个是我根据来球, 包括我的摩擦也好, 这是因为我的来球, 我做的准备, 而不是什么, 而不是在出球的时候, 大臂全程在参与我的最后动作, 从刚开始到结束, 他都跟着带, 那你想想, 是不是他就没有一个收臂的空间了, 所以球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, 尤其在正反手, 光球的框架里, 大臂的作用是非常少的, 你看我们的反手也是, 这就是错误, 大家看, 好多人都拍暖秀了, 是不是, 你看, 这就是什么错误, 控制住, 停住, 收臂, 停住, 收臂, 停住大臂, 收臂, 你看, 停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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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才有前臂的出球空间, 我们才能发上力, 发上力, 我们才能把这个球啊, 通过我的一个加速发上力, 是不是, 不然的话, 这个球来球以后, 全部都是什么, 大臂全程跟着优, 优, 优完之后, 他就不会收前臂, 不会收前臂, 他就没有一个加速, 因为像这种撞击型的动作, 他更重要的就是前臂的, 加速, 加速, 大家看这个质量, 看, 加速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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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靠前臂的爆发力, 如果大臂一推, 你看, 这力量就会变成什么, 匀速, 它就没有一个爆发力的产生, 包括你在拉球的时候, 它也是存在这个问题, 啊, 来互动一下, 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出问题, 都在这个大臂的环节上出问题了, 控制它别向上, 啊, 控制它别向, 不要全程跟着参与, 我一碰球停止, 终于听懂了, 是吧, 我觉得这个, 这个大臂你要能解决, 你直接球速涨两分, 真的, 直接球速能涨, 比你之前的球速要快很多, 你没有这个收臂, 球友们, 你肯定这个动作是匀速的, 你想大臂的摆速, 跟这个前臂的摆速, 那得差多少, 是不是, 说得好, 谢谢大家支持, 没有关注我的, 大家一定要点点关注, 好不好, 大家一定要点点关注, 啊, 真的是, 这个特别关键球门, 直横板都是这个问题, 啊, 我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我正反手,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, 哈, 你看, 停住了, 从这个角度看非常明显, 停住, 收臂, 停住, 收臂, 停住, 收臂, 反手也是, 停住, 收臂, 看, 看, 好多人都说我穿这件衣服好看, 它是什么, 停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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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不能怎么样, 出去, 看, 出去, 出去, 它都往前了, 那你说你钱币再往前移送, 不就形成这样的动作了吗, 是不是, 大币控制住, 然后钱币再怎么打直, 它到这儿, 它都寄停了, 它到这儿, 它都寄停了, 你大币跟着多了, 那你钱币再往一往前送, 你看, 这不就是推了吗, 这就是什么, 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错误点, 啊, 拉球也是, 你要是能把这个制动了, 球友们, 你就鞭打的感觉了, 有的球友就发了好大的力量, 哦, 哦, 啊, 长得也壮, 好大的力量, 但是他打过去的球没劲, 它是什么原因呢, 就是因为你太匀速了, 你这大币举起来的, 它不是什么, 啪, 啪, 爆发力出去的, 啊, 我怎么能爆发力出去, 你得把你的大币控制住, 剩下动作交由前臂和手指手腕来完成, 全程都是大币了, 那其他的关节就没有作用了, 相当于什么, 摆举的动作, 它没有一个爆发力了, 控制住我们自己的大币, 好不好, 控制锯它, 对, 对, 控制住, 控制住啊, 这点特别关键, 嗯, 对, 架子大了, 速度就慢了, 动作小了, 速度就快了, 是不是, 啪啪, 这个速度, 收臂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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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, 大了吗, 控制不住自己, 哈哈哈哈, 我教大家怎么控制自己, 大家想不想学, 啊, 说话嫖了, 是, 我有的时候说话一整就嫖, 不知道为啥, 就有的时候脑袋好像, 就不好使了, 这个控制不住我自己, 这个话, 这个梗是怎么来的, 就有一次买我全套课的一个广东的球友, 然后我说, 他说, 我说广东话你能听懂吗, 他说的是有点听不懂的那种, 我说我听不懂, 您说话, 我控制不拒我自己, 他说, 他说, 我控制不拒我自己, 然后这句话听懂了, 所以,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的时候, 我们就说, 我控制不拒我自己, 哈哈哈哈, 对, 我教大家怎么控制就自己, 好不好, 对, 哈哈, 我真的听不懂, 他那个广东话, 有的时候他们普通话, 他们真的很尽力, 但是他们说的时候, 我真的听不懂, 但有一些河北山东的, 我觉得还有方言的, 湖南湖北, 我还是OK的, 对, 哈哈, 然后就是, 有些真听不懂啊, 来, 好, 我们言归正传, 我教大家如何来控制大臂,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, 你的左手一定要拿, 你的左手一定要拿起来, 然后我们在打的时候, 就不用这个大臂训练器, 也不用那个什么, 你准备的时候, 你压着你, 大臂跟前臂的这个中间部分, 就这个位置, 把它压住了, 看我啊, 把它压死, 压死完之后, 这个时候你在打球的时候, 你会感觉到你大臂抬, 你的左手会起来, 然后你的臂要始终压到你什么位置, 压到比你胸前的位置要低, 所以你打的时候, 你刻意用左手去压住它, 压住不要压大臂, 压大臂没用, 它很快就会举起来, 你压在前臂跟大臂的胳膊肘的这个位置, 把左手打开, 立往下走, 让它这样收, 一旦它起来了, 你就往下压, 你看你自己能感觉, 它始终就是你的左手的位置, 是低于你的前胸的, 它不能高于你的前胸, 一旦高于, 就代表它起来了, 你看我的左手是低于我前胸下来的, 所以这个动作你就能把它压住了, 不然它必然是这样的, 这样的, 压下来, 用它压胳膊肘的位置, 然后这样走, 夹矿泉水不行, 因为球在不同点, 你在不同点的时候, 你夹着它, 你很容易掉, 你容易形成肩膀紧张, 你就按照我说的方法, 这样又可以沉肩, 又可以放松, 又可以压住大臂, 我在改我的学生都用这个方法, 非常的好用, 你坚持一段时间, 你坚持一下, 你拉球也是, 也是这样, 你看, 也这么改, 弓球也是, 它始终是低于你的前胸的, 它不能高, 不能起, 起, 这就是错误, 这一招你要坚持下来, 你肯定能改, 反手, 反手我还真没研究, 你这招你要学会了, 你肯定能改, 球们, 不要去夹矿泉水平, 一夹完之后, 你动作就变得紧了, 下来, 下来, 压住了, 好不好, 拿了个冠军, 感应恭喜您, 拿了个冠军, 压下来, 压在这个位置, 往下压, 好不好, 按照我说的方法, 好不好, 按照小孩老师说的方法, 大家试一下, 坚持个, 我的学生一般, 我都会让他坚持几堂课的, 那么我觉得, 为什么要压大臂, 因为有的大臂是这样的, 全程是大臂甩, 他控制不住他自己的大臂, 那你就按照我的说的方法这样, 大家去改一下,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过程中, 可能真的就有所改变了, 控制自己, 控制自己, 你看我这个左手, 它始终都是低于我前胸下方的, 不能高起来, 不能甩, 下来, 一定有效的, 是不是, 好嘞, 反手, 反手有没有甩大臂的, 我们再说两分钟, 反手有没有甩大臂的, 大家这样, 你喜欢我的, 或者是你喜欢乒乓球, 无论喜欢啥了, 你都可以点点关注呀, 是不是, 我们点点关注, 点点赞, 然后关键是啥呢, 反手也有, 我教大家怎么改反手, 你看我看到那个飘飘姐了, 她第一次参加我宁波培训的时候, 她动作就不太好, 还有就是她动作就有一些问题, 但是她在这个, 参加杭州培训的时候, 她已经改善的非常大了, 就已经进步了, 最起码百分之三十, 所以眼看着在进行进步, 没关注我的, 一定要点点关注, 没有点赞的, 你得帮我点点赞了, 然后还有就是, 求我们, 这个有的时候啊, 早就关注我了, 这大书记只能把我刷给你一次,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机会, 感谢大家的支持, 好, 来我们说一下, 反手甩大臂的问题, 反手推肘的问题, 我们也是, 在这个过程中呢, 我们也可以在引判的时候, 用你的左手去挡你的大臂, 比如说你的左手在出球的时候, 左手离你的身体已经很远了, 而不是贴近于你的身体的时候, 这个时候你就是用大臂了, 你像拉球的时候, 它必须得有大臂动作, 你攻球的时候, 你不可能大臂向前推的太多, 这就变成什么, 推, 推, 这就是推, 它就不是什么, 不是去用弓球去撞击了, 而是我推球, 推球,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 我用我的左手去挡住我大臂向前的力, 如果出球的时候, 你感觉你的左手离自己的身体太远, 大臂又出去了, 对不对, 我把它压住, 贴近我自己的身体, 你看贴近我自己的身体, 在来球以后, 你感觉你的左手是压着大臂, 用前臂去向上向前向下的, 那么这种情况下, 你就有效的控制好你的大臂, 等你打好了以后, 你就可以把你的左手拿开, 自然而然形成下意识动作, 它就不用改了, 关键是啥, 关键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甩出去了, 这就是一个问题, 不知道自己出去了, 控制住, 压住了, 向前走, 看, 正手, 正手是往下压, 反手是往后挡, 压住了, 比那个,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用啊, 这招, 我反手是我刚研究出来的, 正手我已经理论过很多人了, 全用这种方式是可以改善的, AKF12000种 by热心之控传小的。 大家说,